大家好,我是铁头 今天我们用10块钱的鸪鸳蛋来做一道 碰香有食意的下饭菜 我要先把鸪鸳蛋给清洗干净 鸪鸳蛋表面会有点脏 所以要给它清洗一下 鸪鸳蛋是一种营养非常丰富的蛋类 而且它的胆固醇含量非常少 所以平时可以多一点包给小孩子们吃 鸪鸳蛋洗净后,冷水下锅把它煮熟 把锅盖盖上 调大火烧开后转中小火煲上8分钟 这个时间我们准备一块五花药 先把它切成小块 五花药稍微切薄一点,不用太厚 切好先放一边备用 三块卤水豆腐把它切成后边 切好放一边备用 我们的鸪鸳蛋也煮好了 关火把它捞出来 先给它过一下凉水再去壳 鸪鸳蛋煮好后 我们锅中下油稍微多倒一点 把油烧至五成热 油热后倒入鸪鸳蛋 把它大成腐皮 火不用太大 中小火慢炸就可以了 很快可以炸出腐皮来 炸了三分钟多一点 腐皮已经出来了 可以关火把它捞出来 放在铃篮中控油备用 锅中留少许油 现在来把我们的豆腐煎一下 中小火慢煎 把它煎至两面金黄 煎豆腐的时间 我们来准备少许的姜切片 切好放一边备用 豆腐一面煎的差不多时 我们给它加上点盐 增点底味 一面煎好反过面 继续煎 我们豆腐两面都煎至金黄了 把它盛出备用 锅中留油 现在来把我们的五花药也煎一下 把它的猪油给煎出来 猪油已经煎出来了 现在把姜蒜片放进去 再加入适量的盐 给它炒香 炒香后关火把它转到砂锅中 再把我们的豆腐和姜蒜炒上去 加上一勺黄豆酱 少许的冰糖提鲜 再调点生抽 少许的老抽调色 最后加上一罐500毫升的啤酒 盖上锅盖 调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煲20分钟 好了时间到了 哇看到都想吃了 现在把火关掉 最后撒上点葱花就可以了 这道鸩鸩蛋豆腐包做好了 咸香入味 吃菜上桌米饭一定不能少包哦 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加上点小米了 开饭去喽 好久没吃过了 我都不知道它是啥味道的 我还把它看成什么断 这块看成什么蒜是不是 我用手抓着来吃吗 没了 这么烫 这么烫 谢谢大家